大家好,爱吃有点小猫军业和大家见面了,最近韩剧汉荣耀掀起了讨论热潮,剧中出现的电卷棒烫人画面更美传闻是真实发生在韩国的校园暴力事件,让人不寒而栗,而剧中宋伟桥痛苦又愤怒的金剧更是剧剧戳心,其中霸凌五人帮的头头朴炎珍演技令人印象深刻,朴炎珍凭着自己是豪门千金的身份,肆无忌惮地对女主角展开霸凌,这个邪魅的坏笑,诅咒人的嘴,让观众无不弃的是, 心寒手辣,毫无人性的欺辱,让人看了难耐气愤 韩剧《黑暗荣耀》当中,是演化女人朴炎珍,青少女时期的演员,新瑞恩,以前出演的角色大多都是青春甜妹型,如今在新剧当中,展现明灭人性的校园霸凌,光是一个坏笑就让人头皮发麻 今天就和小孟军来再次认识新瑞恩吧 新瑞恩广为人知的作品有会读心术的那小子,柔美的西方小教二,第三人称复仇等等 他也曾担任过音乐银行的固定主持人,外表甜美清纯的他,大多借以爱情剧,在第三人称复仇中则化身正义的使者,要揪出杀死哥哥的真凶 一项出演正向角色的他,这次在黑暗荣耀中一改青春模样,肆无忌惮地霸凌欺辱同学 光是一个坏笑就可以让隔着荧幕的观众头皮发麻 穿起高中制服豪为和的新瑞恩是1998年出生,今年24岁,但仍在成俊岸大学演技艺术系就读 他和联丹天才,车银优是同学,班上有这么两位大明星实在是太狂了 而新瑞恩也是宋仲基,周园和车社员的学妹 不仅如此,他高中时也和赵炳奎,金东西也是同一所安养艺术高中 新瑞恩长相清秀,因为鼻头上的痣被封为小泉质贤 长相标志的新瑞恩在学校就一脸赞出名后 2018年是受邀拍摄杂志,大学明日成为风月模特,被JYP娱乐相众 并在通过选学后成为演员练习生 新人A-Team在大学明日封面模特闯出名号之后 很快的就获得了电视剧演出机会 网络剧A-Team是他出道的第一部作品 这部戏在南韩每一集点击率都高达200万 新人赤眼的都和娜,更成为红级一时的现象界美女 是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 都和娜,高冷,短发,两脚不同袜子,制服不扣扣的形象 深植人性,引发了现象界模仿潮 同学们都笑称自己得了毒和那病 新人的人性活报可想而知 A-Team之后,新人和朴振荣在《会读心说》的那小子搭档演出 朴振荣饰演有读心能力的李安 暗恋新人饰演的李在仁 磨叽书作的两人之后 又再将柔美的《细胞小教2》公演 当中,新人饰演公司的菜鸟实习生 喜欢朴振荣诠室的高人性暖男刘巴比 不过,新人在此之后的作品都不太好 尤其是《境遇之术》 这是一部感性爱情剧 讲述因为误会而分别的两个男女 在十年里互相单恋上对方的故事 这部剧由雍胜佑和新瑞恩这两位年轻演员主演 两人将在剧中展现如何青春的小缺性般的趣味与感动 但,就是这样一部观众反映良好的爱情剧 却在收视上面遇冷了 第一集收视仅为1.51% 创下了GTBC金土剧场 历代电视剧首播最低收视率的记录 这个收视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要知道GTBC的金土剧场是该电视台的王牌档期 在该档期播出的电视剧有天空之城 福奇的世界 如今该档期已经做出来了 诞生了多部暴剧之后 再出现这么低的首播收视 真的是不太理想啊 《境遇之术》的首播收视出来之后 女主角新瑞恩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大部分网友都把这部剧首播扑街怪到了她的头上 当然并不是因为她的演技差 相反在这部剧中 她的演技比之前更细腻了 赢得不少的好评 网友之所以怪罪于她 是因为她有着扑街体制 因为是GYP演员部 年轻一代女演员中的好苗子 演员出道的首部作品就大爆 也因此受到了GYP的力捧 也让她背上了资源刊的名头 很多网友算她影视资源了好 自从网剧A-Team大爆之后 就开始出演上星剧的女一号 一连三部剧都是扮演女主角 所以有些网友就开始朝她资源咖 因为快过来 金鱼之术 收视率都不到1% 惨淡的戏剧表现 让她一度被称之为票房毒药 新瑞恩一度因为票房毒药的骂名 焦虑难过 压力大到睡不着 接续作品第三人称复仇 当中她化身体哥哥复仇的准学生于灿美 寻找双胞胎哥哥死亡真相 扳回不少评价 很快她又凭着黑暗荣耀 坏女人嫖言真的少女时期 让观众跌破眼镜 剧中的她模样清纯美丽 内心却犹如蛇蝌毒 不断霸凌 饰演宋慧桥少女时期的郑之苏 新瑞恩一改过往甜美清新的样貌 恶女演技大突破 心狠手辣 伤人不眨眼的高中恶霸 完全不违和 天使脸庞配上恶魔清肠 让观众气得沸腾 新瑞恩为了完美演出反派 设计多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坏笑 和发狠瞪眼的爆发表现 甚至还有人在影片下留言 表示新瑞恩演活了朴延珍这个角色 实在是太讨人厌了 以后可能会聚看新瑞恩的作品 由此可知 就知道新瑞恩演技反派有多么的好了 曾汪汇独新书的那小子 一度被校园暴力威胁的受害者 第三人称复仇 为正义展开报复的复仇者 到黑暗荣耀 让人痛恨的霸凌者 新瑞恩的反转演技 狠狠打脸过去 骂他是票房毒药的酸民们 其实当初被嘲笑收拾毒药 也不全是新瑞恩本人的原因 正是因为一出道就走红 所以这外批对他缺少了规划 想着力捧他就好了 让他一直担任主演 但却忽略了演技 以及扛收拾等因素 像新瑞恩这种 凭借一部校园网剧走红的艺人 其实是缺少过敏度的 警局限于年轻人中 因此赚在家庭剧场播出的电视剧 就开始现原型了 掌握遥控器的大人 应该都不认识他 所以他并不具备扛收拾的能力 同时演技也还没有磨砺的很好 所以三部剧先后不接 其实是有原因的 其实当初演网剧走红之后 第一部上新剧 会读新书的那小子收拾一般 GYP接下来就应该让他 给大前辈做配角 从配角演起 好好跟前辈们磨砺演技 慢慢的积累你演员的口碑 之后再担任主演 这应该会比现在好 正如现在 第三人称复仇和黑暗荣耀的走红 也说明了辛瑞恩的演技实力 从配角做起 是更适合他的演技之路 其实主演作品 大部分都有浪漫爱情成分在的辛瑞恩 想当然与男主角有亲密戏的场面不少 走在路上 总是自打光芒的辛瑞恩 更因此成为草食男收割机 从AT与新生代演员 京东戏深城奥戏守护 借着打GOT7的门面 真容 主演会读新术的那小子 再到Infinite 花美男 金明珠和雕刻戏理神 雍圣佑 现在又会因为暴打僵尸 而全粉无数的朴索罗门 个个都是看似人畜无害 却能悄悄偷信的男神们 另外 辛瑞恩2019年 曾搭档崔普敏 主持音乐节目 Music Bank 俊男美女的颜值组合 也拿下了当年度KBS演艺大赏 最佳情侣大奖 男神说个计 当之无愧 辛瑞恩除了又有令人争相的脸赞 也用心维持了自己的体赞 辛瑞恩为了能在荧光幕前 看起来更动人 还特别挑战减肥法 以均衡社区为原则 坚持三餐都要吃 才能减得开心 瘦得健康 他的独门菜单是 早餐是一颗苹果 午餐是一份 底瓜与鸡胸肉 番茄 晚餐则是烤蘑菇 烤洋葱和一根香蕉 不仅如此 从辛瑞恩 IG照片不难看出 她平时有练习芭蕾的习惯 良好的饮食习惯 加上适当的运动 保持好身材 应该非男士 真是一个自律的女孩子呀 除了正在这部的 《黑暗荣耀》 和《第三人称复仇》 辛瑞恩还接眼 韩版不能说的秘密 这部电影 翻版2007年 相当知名的台湾电影 由周杰伦与贵伦美主演 当年可以说是 风靡了整个亚洲 造成大家都想学钢琴的风潮 虽然辛瑞恩并非主角 但相信她的表现 也值得令观众们期待